今年第13号台风贝毕加登陆上海 风力达到12至14级 其实被抢风吹得摔出车外 记者出门连线更是被风吹得东倒西歪 风和雨都在不断地加大 特别是风 我现在已经基本上站立不稳了 所以大家注意到 我现在是请我们的消防人员帮忙 在我身上的绑了一个安全绳 贝毕加直播大陆登陆前 江苏浙江上海的天空 更是出现一大片紫红色 我的天啊 设备毕加影响上海浦东金山奉闲 崇明发布最高警戒的红色预警 为1949年以来登陆上海的最强台风 引起民众恐慌超市货架全扫光 只剩几包泡面菜肉更是被抢购一空 太恐怖了 太多美 货架平平的 上海迪士尼16号更暂时必源 上海浦东红桥两大机场 从15号晚间6点后也取消所有航班 超过600个航班受影响 极端气候持续发为中欧和东欧地区 近期遭受暴力丝风暴缓慢移动影响 连日来暴雨带来直逼一个月的降雨量 河川水位快速上涨 捷克波兰德国河沈亚利等多国河水暴涨 不少迪洼地区水位一夜之间上涨了近两公尺 或达到一层楼高 洪水更造成罗马尼亚多人死亡 数千栋房无受损 欧洲正遭逢100年来最严重暴雨 当地气象团体警告 大范围的严重随患 将持续至整个周末 记者综合报道